在台中有个蔡先生他原本买到是高雄到大阪的两人机票 只要两个人加起来一万出头 拿着订票确认单到了机场才发现说机位竟然被取消了 主要是因为信用卡没有被航空公司扣款成功 结果只能再花两万多块再买两张机票飞出去 让他气得投诉消保官 坐飞机二三十年了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没想到自己会遇上这样的第一次 在连航上订好机票 到了机场却发现定位被取消 硬列的所谓的已经确认的确认函 可是我拿着这一张去搭飞机的时候 才被告知我的那个座位 是因为信用卡没有被被那个库航收款 所以说被临时取消 真的傻眼了 原本开心订到便宜机票 高雄到大阪两个人只要一万出头 但却无预警机位被取消 可是饭店行程已经全都订好 当下只好再花两万多块买新的机票飞出去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订票乌龙 航空公司表示订票完成后 要在24小时内再收到确认性的email 订票才真正算数 我只能说廉价航空 它所隐藏的一些危机跟成本 也相对的让选择 搭廉价航空公司的消费者 他在消费前必须要自己先自我思考一下 开心出游 没想到遇上这样的事 即便已经投诉消保官要讨回自己的权益 但整趟旅游已经被打乱性质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